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莎莎手作 我是莎莎 七夕期年節快到了 今天就讓我們來做一張 珈瑞的決勝點塊門卡片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準備一張10Km×20Km的紅色C卡紙 分別在5Km以及15Km的地方 用美工刀 刀背押出折痕 接著按照折線折出像門一樣的樣子 好了之後繼續拿尺 在3公分以及7公分的地方做上記號 上下都要做記號喔 按照記號線連成直線 接著將卡片往左轉 一樣在3公分以及7公分的地方做上記號 上下做完記號之後也是連成直線 完成之後我們就會得到像影片這樣 中間有一個正方形 接著我們在開口門的其中一邊畫上一半的愛心 剪下來 之後拿剪好的愛心翻轉過去另外一邊 描繪出另外一半 這樣就會有一個對稱的愛心了 在描好之後一樣剪下來 那有鉛筆痕跡的地方可以先用橡皮擦把它擦乾淨 接著打開卡片 以折線的地方為基準 往右的2公分以及8公分地方做上記號 上下做好記號以後一樣連成直線 完成之後肌底就可以先放旁邊 接下來拿出一張12公分乘以6公分比較淡的粉紅色西卡紙 左右各1公分處用刀背壓出折痕 按照折痕往上折 然後在黏貼邊上貼上雙面膠 再來拿出基底 我們先把其中一邊的黏貼邊貼到基底上面 接著蓋回來對齊剛剛的鉛筆線 再把卡片合上 描繪出愛心的形狀 描好之後淡粉的紙張就會有一個愛心 接著我們可以用美工刀把愛心割下來 或是像我一樣在愛心的中間用美工刀割兩刀 再用剪刀剪下來 完成之後就會像這樣 接著拿出一張拍立得對好愛心的位置 這邊要注意的是 我們不可以超出剛剛畫線的鉛筆外框 不然照片就會被看到了 對好位置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先用鉛筆在大概的4個邊邊做上記號 然後在拍立得的背面貼上雙面膠 黏到剛剛做好的記號線上 選照片的話盡量是人在中間的會比較好喔 貼好照片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粉紅色的那個另外一個黏貼邊撕掉 黏合到基底上面 接著準備兩張6公分乘以7.5公分的白色西卡紙 分別在兩張的左邊1公分處先用鉛筆做上記號 接著把另外一張轉過來 這邊對齊好之後可以先用紙膠帶稍微固定一下 之後拿出基底 我們剛剛畫好的線呢 要對在愛心的中間的位置 也就是愛心的上下兩個尖角 對好位置之後 就用鉛筆描繪出愛心 如果像我一樣紙膠帶貼太近的話 可以稍微移遠一點 然後再補描上完整的愛心 之後另外一邊也一樣 描繪出另外一邊的愛心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紙膠帶撕下來 接著要來剪快門的部分 這邊注意不要剪錯囉 首先左邊這張呢 我們留下面的快門 注意剪的時候可以仔細看一下影片的位置 那右邊這張呢 我們就留上面的快門 下面的部分呢 就把它直接剪掉 這樣子分別在鉛筆的兩邊 就留上下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卡在一起 卡在一起之後呢 就先用紙膠帶把它固定一下 接著拿出基底卡片 對好位置之後 我們用鉛筆在兩邊做上記號 寬點一個 接著用美工刀倒背 割出折痕 割出折痕 用美工刀倒背 割出折痕 所以大家要記得對好線喔 確定都對好了之後 我們就把其中一邊的雙面膠撕掉 然後把門蓋上 左邊也是一樣 兩邊都擰好了之後 我們就把中間的紙膠帶撕掉 然後再次打開卡片 應該就有快門的機關效果了 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樣在打開之後 有擋到照片的部分 可以用剪刀稍微修剪一下 這樣子我們的卡片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接下來就是裝飾時間 這次的裝飾決定走奧運風 我會貼兩條橫線 然後會有一個決勝點的裁判部分 紅色的部分如果有比較不清楚的地方 我會再用白色的筆把它加強一下 那橫線的部分呢 決定包裝成一個側封的樣子 最後我們把紅色的愛心貼到線上印的位置 這樣子卡片就完成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這次的材料包呢 會跟切割墊做成組合包 一起在蝦皮販售喔 只有7系限定有一個甜甜價 有興趣的話再去蝦皮逛逛吧 活動直到8月14號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不要忘記按一個喜歡 也可以訂閱莎莎手作的頻道 就不會漏掉任何一集手作動態資訊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 掰掰